哈喽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给大家分析陈情令结尾的部分 看完陈情令的大结局 穿进很多人都会觉得意难平,意犹未尽 很多人失落于结尾出望线没有并肩江湖 心疼难战问灵十三仔 终于等到了心心念念的魏英 却无法坦然的对她说一句爱 也没有等到魏英的那一句 你特别好,我喜欢你,千头万绪,难以尽数 从影片可以看出 刚分开时蓝战听到第一次迪生望线 停下微微一笑并没有走回头 还是走向原来的方向 黑场之后,代表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 第二次迪生想起,魏英已经换了衣服 已经是游历回来,转身而笑的惊喜 瞳孔里白色的人影 是穿着一席白袍的韩光君 还是扶着驴的工作人员呢 经过一番揣摩 从开始的易南平,到最后的世然 觉得这个结局别有一番异味 一,蓝战为什么会当仙都呢 第一,是一种大义 是为了达成和魏英一样 雏肩俘弱的理想 这十多年以来逢乱必出 再找魏英,也是在成就他们的信念 人生最悲伤的情感莫过于 你走后我活成了你的样子 第二,因为他想许魏英一个 可以永远赤子之心的天下 在关于庙中金光牙告知魏英 为何众人在16年前会对魏英痛下杀手 让蓝战有很大的感触 16年前蓝战有心保魏英 但他没有那个能力 16年后围剿乱战岗 即便是正道楷模韩光君也是无能为力的 当年薛阳因为他作恶多端 被抓去精灵台问审 当时只有金光扇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他说,难道我想保一个人还保不了了吗 最终薛阳在他的庇护之下存活了下来 所以想保魏英一身周全,必须要有权势 第三,蓝战内心觉得亏对叔父和兄长 他数次为魏英在天下人面前辩驳 且数次被他人讽刺时还会带上护術难事 比如江城在江家祠堂里说的话 不顾蓝是百年清明 竟然跟怡琳老祖魏无限同流合污 真是当你叔父和你哥哥脸上有关啊 所以他内心始终觉得是亏对叔父和兄长的 在怡琳当他以魏英站在百家对立面 叔父看他时,他不自觉低下了头 叔父年迈,兄长受刺激一蹶不振 当下他是唯一能撑得起蓝家的人 金光瑶死后,最后一条蛇身皱痕消失 蓝湛李莹是最关心魏英伤势的人 但他在关于庙门前闭目不语 而后,他很深情的看着魏英 我怎能放得下你 此时蓝湛正在接受最大的心理斗争 在年少时期送别送蓝和小心尘时 他就露出了非常向往和羡慕的眼神 其实他内心是希望和魏英一起云游四方的 心中有魏英也兼济天下的蓝湛才是真正的他 所以魏英对他说,你不愧是韩光君 而蓝湛也回他一句,你不愧是魏英 因为一直以来,魏英一直能保持初心 也是蓝湛的初心,除奸服弱 这两句话表明的是他们对彼此的认可 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信仰,心怀天下,彼此信任 两个人在这种精神境界中一致的和谐 让我们为之动容 2.蓝湛可能会放魏英一个人走吗? 16年后,魏英重生归来 蓝湛看似平静如水的外表下是一颗激动不已的心 把他带回云生不知处近视 完成了多年前对兄长说的心愿 我想把一人带回云生不知处藏起来 自此之后,寸步不离,用生命守护 他俩第一次分离是在清河吃人宝 醉人时蓝湛却犹豫了,他放心不下魏英 直到魏英给出肯定的答案他才肯离开 晚上买好魏英最爱的好酒 连在房间也坐不住 出来站在桥上最悬眼的地方等 而且,蓝湛在人前毫不忌讳的表现对魏英的感情 可以说是对全世界宣告 在清河主动搭肩抱住魏英踹门见溺怀上 这就是已经豁出去的眼神 曾经说的我不以人触碰都自知脑后 在你溺怀上面前踹门就是为了告诉你 为了魏英,别说哑正了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 在精灵台以各仙家为见证人 进行了一场大型表白仪式 为了你我可以以天下为敌 乱站杆围剿时 当着叔父的面站在百家对立面 叔父让他过来时 他虽低下了头 但眼神坚定的站在魏英身边 在莲花雾跟魏英寸步不离 雅正的韩光君情愿站在外面,靠在墙上 观音妙自封灵脉 连金光瑶也说,魏英是蓝湛的命 只有他能让蓝湛不顾自己的性命 不顾原则规矩 买酒倒酒偷鸡在莲棚 他自封灵脉时 连他的兄长都是差异的 魏英是蓝湛唯一的软肋 这个灵力低微没钱还爱了四端的人 让他在绝望中等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让他心疼的数次掉泪 16年的改变只为他一人 怎么舍得怎么忍心在让他孤独一人漂泊流浪 所以他不可能放魏英一个人走 三,蓝湛深知魏英的性格 喜欢自由,不喜欢三千条家规的地方 第一次,在云生不知处求学时 江城看到魏英和蓝湛在一起 赌气说你就留在云生不知处吧 魏英说,光是这三千条家规定律就要我小命了 第二次,魏英刚刚休息轨道时 蓝湛让魏英跟他回顾书 魏英说,那三千条家规的地方吗? 我不要,我更喜欢云梦 第三次,蓝湛的告白 我想带一人回云生不知处 带回去,藏起来 蓝大说,他不愿吧 大家都知道他不受管制 第四次,魏英重生后 得知他们要下山非常高兴 靠在蓝湛身上说 终于不用受这严厉管制了 两次的分离 让魏英明白他离开不了蓝湛 关于庙前的分离 当他听到蓝湛不跟他走时 流露出不该属于自己兼分开时的委屈表情 掩盖不住内心的悲伤 他接受和江城的分道扬镳 设想过温宁不再跟着自己 却唯独没有想过蓝湛会离开 他明白了对蓝湛的依赖 他对蓝湛的感情 已经演超性别局限 是爱情 但是他不敢奢望 蓝湛这个举世无双的千千金子 会跟他的想法一样吗? 山顶上的分离 蓝湛问魏英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魏英目不转睛的看着蓝湛很久 明显可以看出两个人都不舍得 一个不想强迫对方跟自己走 一个不愿强求对方留下来 魏英知道自己的不寻常的感情 但无法言以想留下来 以什么身份留下 此刻蓝湛非常平静 没有一丝悲伤 因为关于庙那次分离 让他明白了魏英的心意 他在等魏英自己明白心意 他不想两个人的关系仅限于自己 反正我就是不说 我只对你好 天长地久我都等着你 他也深知魏英的性格 所以他问他去哪儿 但也无法让他留下 以什么理由留他呢? 他只能像以前一样支持对方的决定 临别时蓝湛都在等魏英改口 希望他给自己一个挽留他的机会 而聊天终觉者魏英却逞强地说 天大地大 一久一起走天涯 四海为家 魏英虽然脸上带着笑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笑容消失 红了眼眶 蓝湛 下一次见面时 你要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哦 蓝湛心想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这就意味着下一次见面 就不只是自己了 一位歌名说出来就是表白 曾经他问过师姐 一个人为什么要喜欢另外一个人 至少不要那么喜欢吧 那不是给自己套了一酸浆吗 想明白后 世界自由于你 我选择了你 魏英最后的回眸 如果看到的是幻觉 会更加暧昧 想你想到产生幻觉吗 所以他看到的一定是蓝湛 在他听到声音时明显愣住了 转过头看清是心心念念的蓝湛后 露出了满足且幸福 同时又松了一口气的笑容 那是时而复得的喜出望外 此次回来自变为爱情的关系得到确认 那一瞬间 除了甜蜜 更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恍惚和释然 这个笑容承载着他这些日子以来的失恋 以及见到了失恋的人之后 满足又如是重负的表情 他到底是等到了自己的那一束光 一句魏英 一句我回来了 他们一一吟声不知处一起隐居闭市 那一刻觉得魏英前世所受的苦 似乎因为有了蓝湛的陪伴 觉得不那么沉重了 人生得一个懂你信你的人相伴 何其有幸 我是甜蜜君 记得点赞订阅我哟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